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謝威寶 在維港鏡頭看出去,今天下午也看到一些陽光 所以今天多處地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來說都上升到32度左右 不過我們也受到一度低壓曹所影響 香港今天有些驟雨 截至下午4時左右 多處地區都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 而在雷達圖像也顯示着 有些凌散的雨區今天影響著沿岸 而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比較深厚的對流雲團影響著廣東一帶 不過我們預計隨著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氣旋 明天稍微增強 沿岸的天色會變得明朗 而至於今晚去到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是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明天早上最低氣溫大約是28度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市區的最高氣溫會上升到32度 新界再高一兩度 而至於風方面是吹和緩的西南風 而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 我們可以一齊來看看電腦預報圖 香港隨著受到一個高空反氣旋影響之外 我們亦都會受到西南氣流所影響 未來一兩日會有一些陽光驟雨天 而去到這個星期後期 我們會再次受到一度低壓曹所影響 天氣會變得不穩定 所以我們展望 星期三的天氣是會酷熱 亦都有一兩陣驟雨 隨後兩三日就會有驟雨和雷暴 大家記得留意天氣變化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下次見